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等国家将会张开双手 欢迎美国投资并从中受惠 随着政府在11月1号开始 要求业界优先征聘大马人 而不是外国劳工及外籍专才 马来西亚美国商会婴儿警告说 这项新政策将导致外资外逃 马来西亚美国商会婴儿促请人力资源部重新考虑有关政策 该会说 美国跨国公司有很强的本地化政策 许多公司报告有超过90%本地员工 而且大马人口规模提供很有限的人才库需要增大 如果人才的流动性进一步受到限制 这项新劳工政策将影响投资决策 毕竟人才流动和采用 包括外派人员对营运至关重要 该会也引用大马投资发展局的数据说 美国公司去年在马来西亚投资了286亿3000万令吉 目前 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宣布 从11月1号起 有意通过重新招聘计划 招聘外劳及申请 征聘外籍专业人士的雇主 必须事先在国家就业网站MyFuture Jobs刊登征聘广告 沙拉瓦南指出 在国家现有的重新招聘外劳计划中 在于MyFuture Jobs网站刊登征聘广告必须不少于14天 而聘请外籍专业人士的申请则不少于30天 沙拉瓦南指出 MyFuture Jobs作为一个独立的视窗和平台 让人资部有效监督本地员工获取平等的就业机会 也确保将工作机会优先保留给国民 她说如果国民对应聘的相关工作没有兴趣 才会考虑外劳或外籍专业人士的申请 在疫情的笼罩下 全球各国纷纷采取严格的入境程序 并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这也让不少大马克工滞留在新加坡 有些新加坡业主更是趁机调高房租牟利 涨幅度甚至达到了50% 为了生计 大马克工已经是有家归不得 在艰难时刻还必须面对房租暴涨的挑战 根据马来报章COSMO报道 有一部分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克工 因为无法负担繁租 被迫留束街头 随着我国自从三月奋起实施行管令 马兴边境仍在封锁 因此大马克工在这段期间都必须住在新加坡 让租物需求猛涨 根据一名职业中介公司经理受访时指出 在过去一个小房间的租金介于每月250新元至400新元 大约750令吉至1200令吉 据了解这是在行管令实施前的房租价位 那时的市场需求没那么高 因为很多大马克工选择每天晚反新加坡和新三 行管令落实后 这些大马克工被迫住在新加坡 导致租房需求攀升 也造成房租价格上涨月50% COSMO早前程报导 一家私人机构Team Big Management & Enterprise 针对178名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进行问卷调查 当中有40人因被迫以家人分隔两地 及承担高昂的生活费而感到压力 甚至出现自杀倾向 欢迎回来 从2015年的苦 2016年的贪 2017年的路 2018年的变 2019年的片 来到了2020年的汉字投选 到底是什么字呢 2020年马来西亚年度汉字 是由大马华总主吹 马来西亚汉字文化中心所主办 主办当局在本月25号就公布了 入围今年十大年度汉字 让民众投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汉字 以总结国内发生的大事和焦点 十大汉字出炉 你心目中的年度汉字又是什么呢 今年入围的十大后选汉字 包括了忧 心 病 惨 慌 症 症 疫 风 困和乱 其中六个和冠病疫情有关的汉字 首次挤身进入十大后选汉字 我是选疫情的疫 疫情的疫我也稍微有查过 它是代表急性或者是流行性传染病 今年我们几乎受到差不多整年 都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而且影响的幅度非常的严重 几乎世界各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 包括马来西亚 今年度的那个汉字的挑选 我的选择是EU 我感觉到我们马来西亚 在今年年度里面这个疫情的发生 以及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 跟很多平民都很忧虑 所以我是觉得EU这个字 就能够全面的包括整个社会的那种想法 马来西亚年度汉字的活动宗旨 是希望透过这个年度汉字 去让观众投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汉字 然后也能够就是借以总结 我国该年所发生的这个全国大事 还有焦点 除此之外也是希望能够提高我国人民 对汉语的这个经浆和运用 当然也包括就是跟同是汉语系的这个国家 所投选出来的年度汉字 做一个对接还有这个交流 那纵观2020年的这个十大候选汉字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十大候选汉字 其实很清楚的分了五五的不同的这个情况 其中五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人灵的新生 那另外五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五个汉字都代表说 今年所发生的这个国家大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我们的民众投选任何一个汉字都好呢 它其实这个汉字都能够连贯到其他九个汉字当中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这是大家能够在马来西亚都一起能够感受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风这个字呢 是特别有意思的 因为风这个字除了说是密闭 除了说是限制以外呢 其实它也代表了江土的领土的意思 我们看到除了经典啊 除了这个疫情困扰着我们以外呢 马来西亚的政局啊 也像是很多政治家在各抢着自己的领土这样子 所以风这个字呢 对我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我心中的年度汉字是病 因为我觉得地球生病了 人类生病了 人心也生病了 尤其是政治人物 你看我们的现在的政治啊 乱成一团糟 你就知道 大家其实都生病了 马来西亚年度汉字 对将来还不能够有很好的希望 这是我担忧的字 明年我对这个的情况就是愉好 因为希望 希望更好的前途 人民生活得很好 这个字呢 古今中华第三中学退学老师扎玛丽老师 虽然是一名穆斯林 却能够说得一口流利中文 也能写出一首好书法 在年度汉字中 扎玛丽老师投选了优 并透过书法诙谐这个代表他心情的汉字 以表达他对今年疫情 经济 社会和政治的忧虑 马来西亚年度汉字活动的宗旨 是提高国人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认知感 同时也提高我国人民对汉语的金钥和运用 推动汉字书法艺术 并与同时汉语系国家所推选的年度汉字接轨和交流 马来西亚年度汉字将在12月6号公布成绩 凡是通过官方网站登记投选的参赛者 如果投选的年度汉字 主办单位工委会将以抽签的方式选出10位幸运儿 抽中者可获得100令吉奖金 再过两天就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日 竞逐连任的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六预测 总统大选不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揭晓结果 并警告说要等待好几个星期 同时特朗普也暗示在选举日之后几天 各州计票时可能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 过去星期六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展开了四场的竞选活动 在第一场规模比较小的活动中 他向数百名支持者发表讲话 夸耀自己的成就 并预测说 他认为宾州可能不会做出决定 因为宾州非常大 美国人民将会等很久 11月3号的选举日当晚不会有结果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试图阻止宾州和其他州延长邮寄选票允许被计入的截止时间 上周五最高法院裁定宾州官员可以在大选后三天内接受缺席投票 特朗普对此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决令人失望 外界关注一旦大选日没有最终结果 特朗普会否在部分州份领先的情况下率先宣布自己胜出选举呢 特朗普在2016年以4.4万票的优势赢得宾州 宾州可能以20多张选举人团的选票来决定今年选举的获胜者 民调一直显示拜登在该州领先特朗普几个百分点 换个看点 韩国官并在当局松绑防疫政策后 持续面临零星群聚感染扩散的危机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5天突破3位数 今天更是通报124宗确诊病例 加上昨天是万圣节 首尔福山大丘商内的酒吧 都挤满了装扮参加万圣派对的年轻人 韩国当局担心 黎泰院南同志夜店大规模群聚感染可能重演 首尔市府决定从下个星期开始取缔在公众交通运输工具和公共场合没有佩戴口罩者 根据韩联社 截至当地时间1号 韩国防疫当局早上9点30分 共通报了124宗确诊病例 其中101宗是境内感染 23宗是海外感染 目前韩国共累计了26635宗确诊病例 死亡病例达到466宗 尽管首尔离泰院 江南地区有部分夜店之前宣布 万圣节期间将不会营业 不过还是有大批年轻人趁着周末晚上 穿着奇装衣服转战酒吧 将首尔离泰院 江南 宏大 福山西面闹区挤得水泄不通 就连在金鸡盗龙人士的爱宝乐园下午也挤满人潮 防疫当局担忧 可能重演5月份离泰院大规模群聚感染的事态 新闻来到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